這就是今次的冠軍作品金蟬脫殼 這班同學在一年前就開始著手 研究利用蟬殼吸收甲醛 結果發現這個又叫蟬退的傳統中藥 有效吸收會令皮膚敏感的甲醛 因為蟬退裡面的甲殼素 可以與甲醛形成一些件相當穩定 所以就可以很有效吸收 其實我們這個展品可以循環再用 因為甲醛是一種極溶於水的物質 其實只要我們把這些吸收甲醛的剪品 放入水曬乾淨 其實曬乾淨就可以再用 他們的研究獲得評審肯定 在28間參展中學道脫穎而出 贏得今屆聯校科學展的全場總冠軍 創新科技處副署長黃忠恩就說 相信透過聯校科技展 有助培育本地年輕科技天才 這個冠軍作品除了包含這隻晴天公仔之外 它還可以吸收甲醛 減輕對皮膚敏感的影響 香港寬頻哲記者許俊傑報道 G93 L Once omi cią 分 感谢观看